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小妹 今天是大半夜了 这两位是中央七套的朋友 他们就过来看我家的绿鸡 现在这个柜位刚刚好成熟 我带他们过来看 也有朋友刚好上订单 那一起加出去给他 到了就是这里了 我放这个在头顶我就可以摘立即了 平时都是大早天过来也是这样的 你们有这种吗 比如大树的果比小树的果要更好吃一些 会吗 会的 有区别吗 老树会好吃的 小心 老树会好吃是吧 对 我们有的栗芝上最老的树是1500年 以前那个果是卖的要更贵 那个果不能随便摘的那棵树的果 这个树多少年了 这个大概是15年左右 不几吧 15年来 差不多 15年到20年吧 是吗 看起来还是不一样 因为这种柴野营养 树越老的话它根越生亡 它吸收的营养不一样 它应该是最好的 这个上山沙水的时候 也没有想到 这个就是柜威了 这是柜威了 这个 没有树吗 这个 我觉得这个还没有树 不是这个 这些呢 下面是柜威 这是柜威 下面这树是树 这个的话里面没有盒的 你没看看它小小一个没有盒的 也很甜是吧 也很甜 但是它里面你看 是又乎乎的是吧 好漂亮 你没看它这么小 我帮你尝一下手术上去 大有一点点 但是那是手术的话都不会 我一直以为是一粒一粒的菜 没有没有 一串一串 一串一串的摘下 这是我表哥 哦 表哥好 辛苦 辛苦 我以为是它有专门的果汁 它怎么把树子都摘下来 因为为了保鲜嘛 它第一个为了保鲜 第二个方便采摘嘛 它把这个旧的汁给采下来的 明年会更更 那也可以 对 对 上面那边吧 我看有荔枝吗 不能光照人 这光光都嫌疑了 光照人了 人照的不错 不错不错 光挺好 不错不错 刘打照的不错 来来来 再来 我拿一串荔枝照 拿一串好的 帽子稍微往前抬一跌 抬一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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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得把荔枝涂出 我这照过前面有什么意思 必须得知道是在果芽照的 很好很好很好 来 放下来 吃不了那么多 这个盒很小是吧 嗯 看到吗 这个盒很小 好小好小的盒 嗯 很甜啊 很甜很甜 下边吃的那个盒黄大鱼 大鱼 大多兴起啊 没得起来 我这个老天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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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第一次到 荔枝园 然后 之前呢 没有想到这个采荔枝那么辛苦 然后他们这个半夜还在这边采荔枝 当然也因为跟他们一起到园子里 然后第一次吃到了从树上刚摘下来的荔枝 跟超市里的真的是没有办法比 很棒很棒 你看今天晚上我们去大帮人在这里摘了 很久才摘了 做两宝 这是今天晚上的成果了 等一下回去还要收拱一下 还可以寄给他们的 金宝给你们钱 叫两宝点 我永远来得出马 要不要穿那个鞋 没有鞋 不要穿那个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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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穿这个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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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还不够 一个人一天才摘了一百多斤 你身上一千多斤 要很多人才过来摘 所以挺艰难的 摘了又往这个上面去才可以拉走 这个山林很高 我刚才以为已经摘了很多了 没有 因为又要爬树 还要把它捡好 确实很不容易 确实很不容易 对 真的 是扔掉的小果 这个小果是硬掉的 所以做一个果农 不是那么容易的 还蛮多 一个水果很容易得来的 但是我们农民真的付出很多 哈哈不说了 如果大家喜欢吃立即的 还是到姐妹家来 自己来摘 喜欢姐妹的视频 记得点击按钮 我们上期再见 拜拜 因为太晚了 现在又加点鱼针摘果 大家想了解 酒妹最新鲜的头特产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了解更多 来西瓜视频 关注巧妇酒妹